最后一个问题 弟子很想用功学习 但总觉得招迈重重 原因是工作没有终落 感情不稳定 每天还要面对深层的现实问题 请问老法师度我早日走出迷途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 你要肯接受 这是佛门广大了 确实是有办法帮助你 但是佛门广大不睹无缘之人 什么叫无缘呢 你不相信 你不能接受就是无缘 能接受告诉你 你把这个放下不就没有问题了吧 你后必要执着呢 后必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能够一切放下了 你心就定 定生会 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做人的根本 学弟子规 弟子规是根本的戒律 先把人做好 然后再学佛 所以中国传统 自古以来传统 这个教学的三个根 儒是道三个根 儒家的根 儒是集成中国 五千年传统的教学 那么他的根 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中国 这个在全世界 是他的特色 就是家庭 中国人 中国人重视家庭 没有不爱家庭 家扩大 才是国 最是 齐家 治国 平天家 每一个家 每一个县市 都有祠堂 这在外国没有的 永远纪念祖先 那么家有家 你代代相传 它有个根 而且家扑 多半家扑里面 都有家训 家教 家规 都有这些 弟子规 是中国可以说是 各个家 这个家教里面的 集大臣 也就是 做人 基本 必须要做到这些 这是做人的基本 你不学这个真的 就是不愿意做人 我说的话不过分 一定要学 那你要想学佛 就更要学 为什么 人都做不好了 你还能成得了佛吗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最重要的 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 自欺欺人 这种思想行为 没有不得三合道 他不想做人 他就得三合道 想做人 他不会得三合道 所以弟子规 做好了 不会得三合道 不学佛 也不会得三合道 他来生肯定好到人道 修得好呢 弟子规修得好 可以生欲皆天 可以生天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应当要相信 所以这个同学的问题 学弟子规 你就做出来了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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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午